薪水二分之一理财法地产秘密客 变蛋黄区女孩 你心目中的豪宅大厅是什么样的设计 走进挑高七米八 迎宾大厅 大型水晶道灯 圆湖天花 地面和地面都是食材打造 这样子的新房子开箱片 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才经营短短两年时间 房产部落客已经在业界闯出名声 房产部落客地产秘密客 黄敏廷黄竹军 台湾最近一起在台北 买下中山区约20瓶预售屋 总价约2500万预计当工作室 未来三年半将支付三成 头期款约750万 今天大概一人要拿出将近400万来 那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的年薪大概就是有 至少有百万的水平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经过仔细的评估 觉得说这样子的负担是可以的 借判Sam毕业于淡江大学大船系 为前后一届的学姐学妹 拥有十几年媒体资历 之前为同公司的房产资深编辑 看过采访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建案 总价从500万至上亿元豪宅 近年自行创业自媒体 各自年收有百万以上的水平 然而两人回顾刚毕业时 还是月薪22至25K的小资组 第一份工作好像是2万2千块吧 北漂足的台南人Sam 新鲜人10月薪2.2万 坚持薪水1分2法则 严格执行一半薪水约1万 存到一个没有提款卡的账户 台北房租每月6千元 付完房租只剩大约4千当生活费 最惨的时候每天只花100元 没有额外娱乐 所以我是先还完学贷 然后再存到第一个100万这样 25还26吧 现在Sam有了1.5间房子 还有先前投资股票 除了就是正值的收入以外呢 我其实陆续都还是继续有进出在股市 我投资股票的方式呢 就是会有我自己的方法是 我会把我的暂时不会用到的 这一笔钱拿来操作股票 那我放进股票的时候 我会再把这一笔钱分成两个部分 那我有二分之一 我会放在一个比较保值的 比如说像是ETF或者是银行股 这种股价不会大幅的变动 Tim十年前和当时男友 缩哈了两人色积蓄 在竹北买了约700万住宅 超出百万头期款 身上只剩5万 为节省开销开始减少应酬 除了购买美金储蓄线 他将存款转到账户就不动用 2018年终于在中和买下第二间房 总价800多万预售屋 成功帮父母从旧公寓换物到电梯大楼 那消费者呢 如果是寿新阶级 可能也要建立一套制度 或者是一个理财习惯 透过定期定格的这种储蓄方式 不管是投资金融商品 或者是存房 来创造一个相对保守 但是稳健的方式 买屋 千万不要被所谓的房子价 中位数 或者是平均总价 这样子的迷思所限制住的 应该从所谓的首扣产品 或者是蛋白区的小宅 为目标 先求有再绝无好